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學習中史的心得 很多人對學習中史都有一個誤解 就是以為單靠死記暗背則可以學好這一科 其實上到高年班或者去驗譜DSE的考試 死記暗背是不足夠的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學習中史的三部曲 其實這三部曲是一個循環的三部曲 我先講一下 他們分別就是整理資料、背重和思考 我先講一下第一部曲整理資料方面 其實中史有五千多年的歷史 所以我們要見的東西是非常廣博的 我們要怎樣去整理好些資料呢?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上課要留心 跟貼老師的指示 因為老師會幫我們篩選一些有用的資料 和補充相關的資料 更加重要的是他會幫我們去幫每一個過題 加一些小標題 而這些小標題是有助我們去答題的 第二部曲就是背重 我認為中史去熟背一些史料都是很重要的 因為熟到一些史料有兩三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就是可以令我們去寫論文的時候 不會太空泛 不會令整篇文變得沒有什麼內容 會變成泛文 第二個好處就是可以加速我們去寫論文的中度 因為我們變得熟的話 就自然會寫得比較快 其實我都主張一邊背一邊去思考 因為中史不是單單去靠副重 就可以應付好考試 其實思考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除了一邊副重一邊思考之外 我們就說一下第三部曲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去訓練和做多些 Path paper和練習 我認為做多些練習和Path paper 可以幫我們去訓練自己思考的過程 但我們也有一個小小的提示 就是做Path paper最重要的都是計時 這樣才可以訓練好我們去寫快點的速度 另一方面我們應該要一邊寫 一邊做論文一邊去記得一些相關的資料 去補充相關對相關時事的了解 豐富我們對相關時事的認識 所以當我們做完Path paper之後 又會輪迴到第一部曲 就是整理資料的步驟 所以如是整理三部曲是一個循環的學習過程 因為我這次的分享可以令各位學習中師的同學有所得益